好 大家早安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题目 就是怎么样成为对方心中的好老师 好父母 好主管 那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题目呢 当然呢 因为昨天是这个教师节 那我收到很多的祝福 那么我们也呢 这个最近也要开始展开 我们这个讲师培训的计划 所以呢 到底要怎么样子可以成为 这个学生心中的好老师呢 好 那好老师跟好父母跟好主管 这三个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 各位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呢 盯这个主题呢 要帮大家解开这个谜团 到底这三者共同的点在哪里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 其实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 怎么样扮演好助人工作的角色 所以呢 好老师 好父母 好主管 他们的共同点呢 就是怎么样 就是一定有一个对象 而这个对象呢 定义了我们的角色 因为有学生 所以有老师的角色 因为有孩子 所以有父母的角色 各位 因为有我们的部署 所以有了主管的角色 而我们其实这三个角色里面的 共同的一个功能 其实就是要协助我们要帮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角色的成长 所以呢 当我们今天呢 对方会觉得我们是好老师 好主管 好父母 各位 其实里面呢 隐藏了这个功能在 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协助到对方成长 好 来 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 这其中的关键在哪里 好 第一个呢 叫做助人的出发点 不是给予帮助 而是营造安全感 这是什么意思呢 好 我们来看 好 各位 其实助人呢 当然这是我们的目的嘛 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成长 我们要帮助我们的部署成长 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学生成长 但是前提是你要让对方愿意让你协助 才是首要的出发点 所以我常常讲 孩子今天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第一个是找父母吗 还是第一个求助的是他的朋友呢 好 来 所以一个好的老师 父母 主管 首先要能做到的就是营造安全的氛围 好 各位 这个营造安全的氛围 它才是我们能够进入到对方内心 协助他的关键 好 因此呢 以个人来说呢 其实就是你要怎么展现你的亲和力 让对方觉得你是可以亲近的 当然 各位 在我们这样讲说 除了个人之外 我们的环境也很重要 我们怎么营造那个氛围 让对方是愿意把他的问题跟你诉说 甚至怎么样 能够怎么样 愿意让你进一步来协助他 好 这是第一点 你要记住 我们绝对不是去教学生 我们是怎么样子 让学生愿意怎么样 可以把他的问题告诉我们 我们是去帮助他 教跟帮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定义是去教学生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怎么样 限制住了我们的想法 觉得他们应该要学 所以如果他们今天展现出不想学的态度 各位 会不会影响到你 会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要去帮他 那么他不想学 各位 也是一个你可以帮助他的地方 好 来 我们来看 第二个 态度优先于能力 好 各位 当我们今天要扮演这个主人工作者的角色 能力当然很重要 但是态度优先于能力 态度是我们给别人的感觉 三种态度营造好感 哪三种我们来看 主人当然要有专业的能力 各位 这是无庸置疑的 好 但是最重要的专业 是展现态度 什么意思 我认为态度本身就是一种能力 OK 好 好 来 那么各位 这三种态度 你看到老师呢 用三个 用一个三角形 所以它是有怎么样 有这个阶层式的 也就是说 各位 你第一个要先做到什么 再来做到什么 最后你要能够怎么样 各位 进展到什么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 第一种态度就是你要专注 所以你会发现到 你所谓的专注就是 你要把焦点放在一个位置 而这个专注应该在哪里呢 在对方身上 举例 各位 有没有老师专注在黑板上 有没有老师专注在简报上面 各位 有没有父母 其实是专注在自身的考量上 各位 什么叫自身的考量上 你这个作业没有写 我怎么帮你签名 老师会怎么怪我 会怎么样子 OK 好 所以你会发现到 我们专注在哪里呢 我们有没有专注在对方身上 我们有没有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让对方觉得 我们是全神投入在跟对方互动 而这个是最基本的态度 也是会营造后面两个的 我们讲说打好底的关键 好 那第二个呢 各位 叫做互动 好 什么意思 当我们在专注在对方身上的时候 我们要跟对方展开真正的互动 我们要倾听他的想法 我们要厘清他的想法 我们要事实的怎么样 提问 事实的表达 但是很重要的是 一定要 我们这样讲说 这个互动其实是什么 是双方彼此 都能够有一个安全的氛围 把心里的话都能够讲出来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 一个老师 如果他都是一直在做表达 各位 他只是在给予 但是如果真的做到互动的时候 其实才是真正展现出教学的态度 因为他让学生觉得 他是可以表达自我的 学生觉得跟这个老师 可以亲近 可以表达自我 可以把真正的问题展现出来 好 OK 那当然各位 当我们展开互动之后 各位 我们最后一个 就是要有耐心 这件事情老师自己也还在学 因为耐心各位 它是一种态度 但是其实也是一种能力 什么叫能力呢 各位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我们为什么会有耐心 因为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各位 我们在使用某一些技巧 要先让对方把很多的怎么样 心理想法表达出来 你不能太急 同样的 各位 还有种耐心是情绪上的耐心 什么意思 如果对方重复的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还可以有耐心吗 这三种态度 才会让对方想要让你帮助他 OK 好 来 第三个 叫做真诚 好 各位 如果假设今天 我们要扮演好主管 扮演好父母 扮演好老师 这个真诚的感受 一定是很重要要营造的 那我说真诚也是一种能力 而且它建立在三个关键上面 好 让人感受到真诚 是需要技巧的 你说老师这句话怪怪的 真诚怎么还有心机 还有技巧在里面呢 好 我们这样讲了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是 各位 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 对方的真诚 其实是他的一种习惯 那这个习惯其实展现 我这样说好了 然后大家都在做自我介绍 为什么有些人自我介绍 我们会觉得他很真诚 其实跟他自我介绍的内容有关 那这个内容本身 他选择讲什么样的内容 就是一种技巧 所以呢 来 我们来教大家 这三个关键 打造你的真诚感 好 来 第一个叫做适当的自我坦诺 所以各位 父母会不会对孩子自我坦诺 偶尔告诉他我也有压力 我遇到了什么事情 OK 偶尔告诉对方 其实自己怎么样 也曾经跟你遭遇过相同的情景 主管会不会跟部署自我坦诺 各位 你会发现到这个适当的自我坦诺 他就会营造一种真诚的感觉 好 第二个叫做勇敢给予回馈 如果你跟对方讲的话 总是表面 总是好听的话 各位 对方是不会觉得你真诚的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 你会说老师 可是这个回馈会不会有破坏关系 会不会对方不好 当然我们刚刚讲过 前面 各位你的态度要对 你会营造安全感 这些都存在 那你要勇敢的给予回馈 那当然 各位 给你回馈的过程当中 回馈本身就是一种技巧 就是一种能力 好 但是我只要告诉你 如果你总是没有点出他的痛点 点出他的问题点 各位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是 好 他跟你之间 我们这样讲 就是那个关系 那个真诚 其实是跟什么有关 跟深入有关 如果你没有勇敢的给予回馈 那么你跟他互动 就不可能太深入 这样听得懂了吗 好 来 第三个关键 叫做承认自身不足 好 各位 这重不重要 重要 所以你会发现到 当我们承认 我们也有不懂的地方 我们承认 我们也有失误的地方 我们承认 我们在刚刚过程当中 我们也犯了某些错误 各位 当一个在上面的人 各位 不管是老师 家长 或者是主管 他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他往往都能够赢得 对方的尊重 你可能引导 多于指导 各位 这样听得懂老师意思吗 所以你会发现到 如果我在心目当中 我想到一个好老师 好主管的角色 那往往他不见得是 直接给我答案的 他是不是带着我去找寻答案 而那个带着我找寻答案呢 就是一种陪伴的过程 其实坦白讲一句话 直接告诉对方怎么做 速度比较快 可是如果你要陪着他找答案 各位 就像我们在做这个体验室的学习 你会发现到 老师总是一步一步一步 引导着对方 各位 往这个目标前进 好 然后你会发现到 我们会适时的暂停 然后提醒大家 然后一次提醒一点点 一次提醒一点点 各位 我要让他逐步发现 如果你上过老师体验室的课程 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怎么一步一步进展 OK 第五个 助人的角色 比你想象中的多远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很多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没有能力帮助对方 可是其实事实上 也许只是倾听他 各位 也是一种助人的角色 各位 也许我们并没有 辞职的 这怎么讲 绩效提升回馈帮助 但是各位 我们陪伴他的过程当中 也是一种助人的角色 甚至 我们可不可以帮助他 寻找资源 各位 听到今天这种老师 这句话意思吗 所以你要记住一个关键点 就是 无论怎么样 你都可以帮助到对方 只是程度 或者是面向上的不同而已 你只要抱持这个角度 各位 你就会发现到 我们这样讲 就是说 你会觉得在每一件事情上 你都可以有你自己的价值 而且也可以贡献你的价值 好 来 最后 记住 生命影响生命 其实坦白讲一句话 各位 我常常跟爸爸妈妈讲说 我们今天这个亲子讲座 好像感觉起来在教你怎么样子 这个跟孩子来互动 但是其实事实上 各位 上课的对象是我们父母 其实我就是在帮助我们的父母做成长 只要你成长了 各位 你会发现到 你身边的人会跟着你一起成长 所以呢 各位 努力成为对方心中的典范 各位 这才是助人工作者的最高境界 这也是我们今天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每日力量小语 来 这句话送给大家 努力提升自我 就是助人最好的结果 如果你的伞够大 你只要把你的伞打开 当你今天 这个 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同时 你也可以为别人遮风挡雨 你身旁的人都受惠 各位 所以也许你不要想太多 你就是不断的每一天 让自己进步一点点 OK 好 这也是老师给自己的期许 所以我才会 只要有空 我一定怎么样 我一定会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 做这样的一个直播 因为对我来说 这也是我自己不断 真能output的一个 我们讲说一个管道 好不好 OK 所以今天很高兴 可以早上一样 跟大家来做分享 明天早上的老师 早上有课程 在这个公车处 这个定期的 做这个讲习 所以明天早上 我就没有办法 帮大家做直播 OK 然后这个礼拜五 老师也是一早 就出发 要去授课 但是不管怎么样 各位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您 真的可以在我们的 粉专上面提出来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然后老师 甚至我也可以用 写文章的方式 我觉得每一天 都有问题 就会有一种力量 让你去找寻答案 然后让你怎么样 各位 好像看到每一个东西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刺激火花 所以提问 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过程 好不好 OK 这是我们今天早上 跟大家分享的 大家早安